郭忠祐 我就怕他會預判我 我就沒有規則地在動 我覺得這個班長他肯定打不上 你好 起來 強化一下 撐不住了已經 撐了嗎 你這手都是長時間 鋸槍留下的痕跡 這個手卻是不像一個 20歲的年輕人的手 所以我們的副動鞋鏈 一隻腳是4.1斤 隨機抽取目標 幾百鐘之內把這個彈打出去 在車上發生拖把情況 那你能不能打掉 刮風把把子要吹鞋了 給兩隊拖了後腿 林明天的黑暗是最難熬的 我相信很累 剛才一門超越來的 那是光過了 果然沒有 有機會 有機會 在車上發生 那是超級地球 在車上發生的 快到自己的馬位 在越野的時候要踩一頭的 要時刻地關動地球 為什麼連場如此注重細節 別人他的十分鐘保持不動 你能不能堅持住 為什麼訓練要求如此嚴格 你能不能搞 不能搞 我下去 你明明沒有 不要再讓我看見得稀稀拉拉的 又是什麼情況讓連場接連發火呢 原來他們正在為幾天後的一場 實彈戰術演習做準備 由於擔任此次演習的主攻任務 毛旭初壓力很大 對於我們連隊來說 是一個挑戰 也是一個驗證 就是驗證我們前半年的 他們的訓練效果到底怎麼樣 那麼毛旭初帶領的連隊 真的實力欠佳嗎 事實上 毛旭初他們所屬的 陸軍第82集團軍鐵軍旅 就是一支戰功赫赫 有著鐵軍之稱的英雄部隊 第一次北八戰爭的時候 攻克武昌城 老百姓送給我們不對一個鐵軍盾牌 第82集團軍 一支戰功力開來 這種精神就是靠我們的官兵 一查一查官兵 不要傳承下來的 通過這種任務 訓練 公共生活中的點點滴滴 來教會我們的官兵 任何時候都要為鐵軍爭光 為鐵軍天才 身在這樣一支血性十足的鋼鐵之師 毛旭初知道 岩石訓練 永征第一 才是傳承鐵軍精神最好的方式 這前兩名就是我們的 通信專業技術等級能手 然後這兩名是我們的 駕駛專業技術等級能手 在前不久全旅比武中 這支聯隊就拿下了 多個優秀槍手 優秀砲手的容易 一個聯隊隱藏著這麼多能手 毛旭初居然還不滿意 那麼他們的實力到底是強是弱呢 經過允許 記者就地取材 利用設置組的無人機吊掛氣球 給優秀槍手武林艦 設置了一個不規則移動法標 看它能否一擊必中 現在我們能夠看到 這個無人機掛的氣球已經起飛了 而且是在隨著我們 設置的這個操控啊 不斷地在上下左右運動 而且受到這個山間的 這個風的影響 所以它整個的這個晃動的程度 還是很大的 而且不規則 那麼在這種情況下 把握設置時機更難了 這樣不動 它的幅度已經非常大了 現在幅度非常大 我覺得這個班長他肯定打不上 氣球不規則地搖擺晃動 模擬的是隨機出現的移動目標 那麼優秀槍手實力究竟如何呢 准备射箭 我就怕它会预判我 所以说我就没有规则的在动 我一会儿左一会儿上 一会儿下一会儿右的 它打中了 命中 它打中了 命中了 手发命中 说话间武林剑果断激发 精准命中了紫色气球 现在刚才就是相当于模拟的 无人机飞行的轨迹 无人机再由有人操控的话 它基本上是无法判定它的轨迹的 对 而且它的是上下高低左右前后 这个多维的不断地在运动 这个气球在山间这样 复杂的背景下很难观察 然后在这种很难观察的情况下 去一击命中这个技术 太厉害了 太牛了 太厉害了 太厉害了 除此之外 连长要求优秀炮手 将射击距离拉长 射击目标面积缩小 它们又会表现如何呢 原先它应该是底下沙网的 这个面积 但是现在面积要缩小了一倍 你在这位置看的面积 一定不少 之后再看这个目标 应该一个比指甲盖还小一点 优秀炮手 果然也一击击中 那么带领这样一支优秀的连队 毛旭初为什么还会压力如此之大呢 原来2021年12月 毛旭初所在连队参与组建 中国第八批赴南苏丹 朱巴维和步兵营 前往南苏丹首都 朱巴执行为期一年的维和任务 主要担负警戒巡逻 武装护卫 隔离冲突等任务 我们在连和的时候 我在长途巡逻的时候 看见有一个国家的车队 然后撤翻了 撤翻之后 人员就是惊慌失措 当时我也想 如果是我们的人员该怎么办 如果是有底刑怎么办 2022年 毛旭初带队执行一次 长途巡逻任务 途中遇到别国违和车辆 发生侧翻 突然间现场陷入了一片混乱 当时没有人知道 到底是意外所致 还是暗藏危机 刚开始的时候 人员都很慌乱 你不知道往哪儿瞄 不知道往哪儿跑 如果是真要是有一发 炮弹起过来 真要有底刑 你能多少时间能打到它 你能用多少时间给我反应过来 然后以火力打击它 在南苏丹 维和官兵必须随时做好 应对突发情况的准备 这让毛旭初感受到平时 严格训练的重要性 是因为标准提高了 一直在提高 而且是不断在提高 当你达到这个目标之后 另一个目标又在树立 所以说一直在提高 一直在训练中 2022年底 毛旭初他们圆满完成 维和任务返回祖国 而几天后的这场 实兵实弹战术演习 就是毛旭初他们回国后 在全旅的第一次亮相 因此毛旭初对大家的要求 格外严格 下一个内容 我们进行这个跪姿 不重 就将瞄准训练 都把钻子挑到枪中上 时间半小时 负重巨枪瞄准训练 主要是帮助射手 强化肌肉技艺 提升巨枪管固性 身体不要走行 不要动 你越晃越痒 你现在就马上进入第二个阶段 你现在可能是有点痒 这个痒这个第二个阶段 是最难熬的 你脚上 屁股上 身上像蚂蚁一样 来回乱穿 不要动 你熬过第二个阶段 你有可能会疼 当你痒过 疼过 那我们就进入第三个阶段 就是五感 当你进入五感之后 你会坐得很舒服 不要动 即便对经验丰富的优秀枪手来说 这样的训练也并不轻松 对尹卡卡这样的新射手来说 更是难上加难 尹卡卡把嘴闭上 照调整一下 你是哭了吗 连出汗都没出呢 他动作也走平了 脚麻了 起来 调整好 坐进去 坐进去 尹卡卡 2016年9月入伍 之前都是在装甲相关专业 这是他转入 步相专业之后 第一次迎接演习的考验 为此连长对他的要求 更加严格 我给你尹卡卡强化一下 脚趾壁上 负重巨枪瞄准 几乎是每一名射手都要练的基本功 也是磨练意志的基石 你转手摘一摘脚 刚才在练的时候是什么感觉呀 心里面很难受 因为他胳膊腿都很疼 心里面要一直有个 脑袋要一直想到 不说举好枪 肌肉承受不了 但大脑还在坚持 我看你刚才的表情很痛苦 肯定痛苦 和尹卡卡一样年轻的战士们 就是这样日复一日 在枯燥的训练中练就本领 正是凭着一次次跌倒 站起这种偏薄的精神 他们才能完成 每一项艰巨的任务 感觉到我们背后是一个强大的组组 像我们中国人嘛 我们中国营 每一次出去之后 人家都会掐那够的够的 你想起我们的国歌 然后他们会鼓掌 会掐那够的 如果说我们的平常训练不够扎实 如果说只是停留在表面 我们的国家都不可能 比如说有一个安全的环境 这样才能更好地保护我们国家 更好地展示我们国家的形象 训练间隙 记者还看到了铁军旅官兵的另一面 我们凑近他们能看到 这个手上都是一些磨的茧子 然后你看这手都是长时间 因为鞠枪留下的痕迹 然后这个手面大家可以看 他们的手皮肤其实都挺黑的 所以通过这些痕迹都能看出 其实他们平常的这个训练 是非常非常辛苦的 这个手确实看上去 不像一个20岁的年轻人的手 很多年轻战士都是95号00号 然而由于长时间的训练 他们看上去皮肤更黑更粗糙 其实为了提高训练水平 他们还有一个秘密 隐藏在大家的鞋底 这是我们的副动鞋垫 这是特制的 然后里面都是铁块 这一双鞋架起来 一只脚是4.1斤 然后两只架起来就是8.2斤 你看你垫下这个鞋 行吧 那你再垫一下就 这这样 我简直像拎起了一个大石头 一个大石块一样 天啊 这能走的能路吗 而且这还只是一只鞋 对 天哪 现在就他们脚上全都是穿的 每一个人鞋里都有这个吗 对 在我们连每个人鞋里面都一个这个浮重鞋垫 我和连长是带头穿的 它里面的铁块都是分区的 它外面用这个塑胶进行封装 可以很好地贴合脚底的弧度 我们平时也会把作战靴鞋垫 垫在它这个负重鞋垫的上面 这样的话既可以防止各脚 也能保持它的一体性 更利于我们时常的训练 官兵们每天都穿着特制的鞋垫跑步训练 从不懈怠 淡尽十足 无论寒冬还是酷暑 无论高原还是山地 他们用苦练精练 说明了铁军能打硬仗的底色 从没有消退 一只有四斤的这个鞋垫 然后两只 我立体他这一双鞋都要很费劲 你们穿上这个鞋是什么感受啊 能走得动不动吗 穿上刚开始穿上的是跑不动 挺重的 现在能适应吗 时间长呢 感觉很重 但是主要是通过穿插来进行训练 对 自动 然后就是增强自己的腿部力量 就是把平时的走路都当作是一种训练 对 岩石训练是铁军的一贯所风 更激励着一代代官兵 铁心向胆 勇力朝头 你这一卡一卡呢 怎么笑了吧 你怎么打 怎么瞄准 怎么激发 你现在的瞄不准 不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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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到没有 不准备 铁冠超 装甲射手 2021年还在全旅比武中被评为优秀炮手 然而在这一次备战演习的过程中 铁冠超的训练状态却让他的老班长为他捏把汗 曾经的优秀炮手却频频打出不合格的成绩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对于每个人的训练要求要有很大的提高 随机抽取目标 而且要在几百钟之内把这个弹打出去 有时间限制 在实弹演习当中直接就提高了一分钟 缩短一分钟的时间听起来简单 但在实际操作中难度极大 这是对我这一年训练的一个检验 还有对自己这一年训练水平的评判 所以感觉自己压力比较大 能否按照全新的训练标准执行 是摆在铁冠超面前的一项考验 通过平时训练 就是打实战前期的训练 但是现在自己心里也不是很有底 心理上就感觉如果这次打 然后没有达到命中率 就是怕拖连队的后腿了 沉着冷静 是一个炮手必须具备的心理素质 为了圆满完成此次演习任务 铁冠超和全联官兵们都在加班加点 我忘了刚才检查的口标背下了没有 背下了 来 背送 三公公开一段 解冻转一插船 解冻双击电话关 电机朋友转 快速链就链了 好 链快速链了也可以 考一动 可以 准备 开始下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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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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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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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错 演习进入倒计时 等待他们的将是一场真正的实战化较量 这一次演习主要是有这么三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个是时间紧 任务重 第二个是装备多 实弹多 第三个地形辅导 环境生疏 一眼望去 演习场上各式各样 形状各异的把镖 就是此次演习要攻打的模拟蓝军目标 经过前期的集中训练 这一次集中亮相 毛续初带领的这支连队 能否打出自己的威名呢 此时此刻在我身后的训练场上 能够听到此起彼伏的枪炮声爆炸声不绝于耳 那么他们呢就是有着铁军之称的陆军第82集团军的官兵们 正在这里进行实弹的战术演习 铁军来了火力全开战况将会如何 铁军之称 铁军之称 演习中因卡卡和战友全华 要完成一项乘车设计的课目 这是他们第一次在演习中执行这项任务 叶袭场上地势起伏大 战车行驶更是颠簸不停 要把握射击时机难度极大 试试驼应 目标也比较小 车辆也在晃动 你的枪口秒凝点偏差两厘米 就可能是直接倒地托把的 在你畅行 Pit Impilation 載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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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必須要在車上戰鬥 還要在車下戰鬥 那麼如果我們在機動過程中 在車上如果發現 發生這個突發情況之後 那你能不能打掉它 你如果不打掉它 它就會打掉你 隨著口令下達 因卡卡和戰友 迅疾完成了乘車射擊 就在裝甲車炮手 尹廣超接到打擊任務時 天空突然陰雲密封 光線暗了很多 第一次也是打側射 還有就是在山地上 第二個就是還要打扶養腳 戰鬥地域傾斜不平 能見度突然降低 尹廣超能精確鎖定射擊目標嗎 尹廣超第一 尹廣超 射射擊力 排斬給我下的命了 就是下在左翼 發現敵裝甲輸動車 然後我就迅速調整炮口 然後第一個把 打第一個把的時候 命中把心自己很有信心 短短幾秒鐘 鷹廣超果斷對第一個目標 完成了激發 然而當他搜索第二個目標時 鷹廣超卻倒吸了一口氣 然後突然打到第二把 看不到目標 我心裡有些慌嘛 我也沒有報告 我就又搜索了一次 然後才發現那個目標 就是那個把子已經倒了 刮風 下大雨 然後把把鏢吹斜了 正面把給它吹到一個斜面 就像它瘦在面積小了 當時它過去之後 看到目標之後 太冷了 難度又增加了 然後再重新瞄準 然後自己腦子裡 腦子裡已經沒有 不想其他事 只想一件事 把這靶子打上 演習結束 鷹卡卡和拳華 在乘車射擊課目中 命中全部身形吧 而鷹廣超 因為只命中了第一個目標吧 錯失了一個目標 你像我們連 這次的選馬 一共是44個目標 命中了42個目標 通過這個檢驗 也基本上能夠看到 這個單位 搬戰術 排戰術 連戰術的訓練 是非常紮實的 儘管這一次 鷹廣超錯失了一個目標 但所有人都意識到 他們必須不斷提高標準 嚴格訓練 才能提高戰場獲勝的概率 需要官兵反反復復地進行操練 所以他會把這個胳膊呀 手吸肘啊 都要磨破了很多 磨了一層 磨破了之後 然後再恢復 然後再進行訓練 黎明前的黑暗是最難熬的 當你熬過去之後 曙光就來了 大隊人 好 wegen 請擺健 debut 好 叫 鞦想 嚇進目標 找黃線前方 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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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員